妈妈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啊 我们的世界是神创造的哦 那神是怎么创造这个世界的呢 神当时在创造世界时 他可以用笔来画 他可以弹个手指 但他都没有这样做 他选择使用他的话语 当他开始说话 事情就开始发生 我知道 神说有光就有光 神把光和暗分开 白天跟黑夜就这样来了 神又说要有天地有海洋 每一天神说了不一样的东西 就有一些新的事物被创造 没有错哦 神说陆地要长出植物 各类解种子的菜书和解果子的树木 第四天神说天空要有光提普照大地 可以做记号定节令计算年日 所以白天的太阳 还有晚上的热量跟星星 就这样被创造多 第五天神说 水中要充满各种动物 空中要有禽鸟飞翔 海中的大鱼 各类水族和各种鸟类就被创造 神还创造了好多好多的动物 神绝对满意 在第六天神的创造即将完工 但祂说还有最后一个事物要创造 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样子造人 让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 以及一切的爬虫 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 造了男人和女人 这真是太神奇了 神用话语就创造了这世界 因为啊话语是如此有影响力 所以我们需要小心所说出来的话 圣经在箴言说道 生死在舌头的泉下 喜爱他的 必吃他所结的果子 这里所说的舌头 就是指我们说出来的话语 我们的话语 有带来生命与死亡的力量 神也会认真地看待你如何使用你的话语哦 原来话语是那么有力量 我以后要注意我所说的话 我们一起加油吧